哈喽大家好,我是Paco 什么这台呢?就是 Nissan Almera Turbo的 Curlure Edition 那在还没有正式进入影片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及分享 话不多说,我们正式进入 介绍这台车 如果你在Toyota Vios或 Honda City 之中 你不懂要什么选择的话呢 现在我在给你多一个选择 就是什么呢?这一台 Nissan Almera Turbo 然后这一台车 其实它在日系的B-Segment 里面呢 但是唯一的一台 是涡轮镇压引擎的 有没有一个可能性 你对Nissan Almera的印象 停留在它第一代的时候呢? 没错,我身旁这台呢 就是第二代的Nissan Almera 它C4在2019年的时候 就已经推出了 这一台呢就是2024年 全新版本的Curlure Edition 也就是说是Black Edition 那顾名思义呢 Black Edition通常都是用在 最高级的版本的意思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Black Edition 跟Curlure Edition的这一台 跟平时的有什么不同吧? 你可以看到整个车头呢 它都是以黑色为主轴的 不过车身颜色呢 其实什么颜色都可以 它也是叫Black Edition 之后呢 还有来着这一颗 Dormade Body Kit 它是前后左右的 然后这个颜色它叫Galaxia Gray 然后它是最新推出的颜色 那Curlure Edition呢 如果从车侧来看它的分别的话呢 首先你会注意到就是这个 黑色的耳朵就是它的 Sub Mirror Wing 然后就是这一个 Torweiser 这个只有Curlure Edition才会有的 再来就是这个Handle Handle中间还有一个是防挂的 这个也是Curlure Edition才会有的 那不管你选择什么车身颜色都好呢 这一套Tormade Body Kit 它都是黑色的 因为这样子它会营造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那除了这台是Curlure Edition之外呢 你还可以再追加变成GT Package的 GT Package里面包含的就是这个16寸的 Impel Racing的Rim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两个颜色来做搭配的 还有的就是车尾的这个GT Wing 如果你喜欢这个款式的Rim 还有这个GT Wing的话呢 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哦 因为它只有限量版的300套而已 每天开车的朋友 你千万要注意你的电池的健康状态 一旦电池损坏的话 就会造成你的不变 那么电池损坏的征兆有哪一些呢 这一点就是你的大灯 如果说你的大灯会突然间变暗 或者是大灯开启之后呢 一直闪烁 那么这个就是电池损坏的征兆之一 第二点就是你的车子引擎会很难启动 再不然就是你启动引擎的时候 会有那种 嗨嗨嗨嗨的神经 如果说你的电池完全损坏的话呢 你的车子就是直接Start不到 那么第三点就是因为这个电池的健康状况不佳 导致电压不稳 导致你车子的部分功能可能无法使用 以上的三种情况之一 或者你全部都遇到 那就代表着你的电池可能要坏了 如果说你的车是有Auto Start Stop System 的话 你不更换电池情况可能更糟糕 这款电池是专门为有Auto Start Stop System 的车款而设计的 当然如果你的车没有Auto Start Stop 你也可以使用它 它可以提供你更长的使用寿命 而且呢它的电流输出也更加的稳定 那么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Bosch battery的相信 可以游览Bosch的官网 或者前往这个Bosch的经销商啦 那除了Black Edition跟GT Package的不同之外呢 我又要回去刚才的话题就是 到底这辆车跟Honda City Toyota Vios比较的话 如果我说从车测看它的尺寸的话 它们似乎是差不多一样的 来到车尾的部分呢 最显眼的肯定就是这一个 限量版300套的GT Wing 还有就是Tomei的Body Kit 还有一点的就是 大家买Almera肯定就是 最喜欢就是它的这个好处 打开行李箱之后呢 它有一个超大的容量 来到汽车的内饰 其实Cooler Edition版本 跟普通版本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分别 同样的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个娱乐主机 它可以支配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然后就是下面这里的这个部分呢 就显得有一点的简单 然后还有一点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就是这里是Soft Touch的 然后它是双色的搭配 就是跟我的这个座椅一样的 所以看起来也不会那么的简单 也不会那么的简陋 然后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Pushed Up Button 通常都是在上面这里 或是下面的 可是这个Pushed Up Button 还是在中间这里的 感觉好像跟它的老大GTR一样的位置 来到后座 Nissan就是舒服 不过如果你拿这台 跟上一代的比的话 这台后面的位置 就比上一台小了一点 那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 后面这里它并没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而且呢它的充电口也只有一个而已 那我本身是181cm的 我坐在后座的时候 如果我是坐直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头部空间是没有的 我头是碰着我这个车顶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扣分一点 然后当然它也是有好地方 就是如果你需要再更加多东西的话呢 椅背是可以做六四倾倒的 那三台热系的Bsegment Sedan里面呢 有一台是不能做这个动作的 你知道是哪一台吗 首先来到这个试车的环节 首先还没有试车之前呢 我们先讲解一下这台车的引擎 虽然跟之前还是一模一样 那个一公升的 不过可能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 Nissan Almera Turbo的一公升的引擎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哦 它的Bsegment呢 它是有着GTR的科技 所以呢 它是比较耐用 而且是比较省油的 然后这一款一公升的Turbo引擎呢 它的最大马力输出为100匹 然后它最大的扭矩为152nm 其实如果论马力来说呢 它算是同级中最低的 不过如果你论扭力来说的话呢 它却是最高的 如果你是喜欢涡轮增压的那个感觉的话 就是可能你起步时候的 那一个贴备感的话呢 你肯定会选 Nissan Almera 那讲完它的那个引擎的Spec之后呢 我们再讲一讲这一台Curo Edition 它在车内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首先就是当你开进门之后呢 就看到一个银色的Plate 我们叫Caking Plate 这个只有Curo Edition才会有 还有就是你脚踏着的这个Sport Paddle 也就是Curo Edition才会有的 那其实这台车呢 它是非常的Nissan的 那怎么说呢 Nissan其实是蛮两极化的 如果Nissan制造舒适的车的话呢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那如果它要做一台跑车的话呢 几乎超级跑车都不够它快 它就是我们所认识的GTR 那我们先讲一讲这台车 它开车的时候经过不平整的路 它的反应会怎样的 其实我可以说整台车的抖动 其实是反应是蛮大的 可能它车身是很轻的缘故 不过呢它的Sailing也设得有点过轻了 我是觉得如果你走高速的话呢 可能你会有一点不习惯 不过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要进一些比较小的位置 或者你要Parking的话呢 就很轻松 那接下来就是我的三缸 Turbo Charge的引擎 虽然我只是三缸 不过因为我有涡轮增压 所以我的那个贴背感 会来的刚刚好 会非常的爽 非常的刺激 就是说如果平时我停在一个 红绿灯的时候 我要起步要走的时候呢 它就是比较有那种快的感觉 然后这种东西呢 你在NX车是拿不到的 NX车的话 你必须要把它踩到大概3000 或3000 你才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车的power 前座来说跟之前的比是差不多一样 不过只是Dashboard看起来 没有之前的那么简陋 看起来是比较好看一些的 可是后座呢 我是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它把以前最出名的 很宽阔的那个Libron的后座 改成现在很Sporty 可能它现在要走的路线 是比较是操控型的吧 那现在我们试试看这台车 究竟它的加速跟操控的表现是怎样的 就我可以顺便的提一提就是 B-Segman车在马来西亚 其实是占比较大的一个市场 因为大多数的人都需要一台车来 热厂用哦 上班下班用的 所以这台车其实它是感到好的 就跟Honda City跟Doyota Vios 是同一个用处就是 你可以每一天开 然后你的维修费是比较便宜的 再加上你的车的尺寸不会太大 所以一般上的parking 或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可以进去 而且开Sedan的车怎么来说 看起来也比较大体一点 那虽然说这台车哦 它是1.0然后是三缸的 然后只有100匹马力 如果我讲它的0到100的话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不过我还是要试一试 所以现在我这次在完全停止的情况之下 我们试下它的0到100的反应 交速是怎样的 好我们开始 还好还好 它是非常的舒服的慢慢爬上 只是你会感觉到它的 它的power是在80以后才开始激活 然后80以上的话 现在是80以上了之后 那车就比较随心应手了 这台车的那body路其实是 蛮大的 然后前面这里是有更加多的弯路 所以我们再试一试 如果这台车我开稍微快一点 今晚的时候 是怎样的一个画面 下斜波 可以听到轮胎已经在喊救命了 嗯 哦 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玻璃路是 是蛮夸张的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是比较适合是 日常用啊 开舒服的 如果你想真的是要这样子 急速这样转弯的话 可能你要的是一套 一套比较好的避震 或是一个比较 属于赛车的那种轮胎 那试驾的功能 我对这台车的评分 我可以打为 10分里面可以拿8分 因为我本身呢 就比较喜欢有那个冲力的感觉 因为这台车是Turbo 所以呢扭力比较大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冲力的表现 再来就是 车的里里外外的所有设计 其实到2024年的今天 我还是觉得这台车是非常的帅的 然后再加上Torme跟Impel Racing的加持呢 这台车在路上看到也是非常的杀气 这台Nissan Amela Toppo的售价为83888 在同级中呢 它算是最便宜的一台 不过呢 要是你讲到要买一台车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有非常多的那种选择 那到底到最后 你会选择的是新势力的牌子呢 还是一个可信赖的老品牌呢 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所有介绍 喜欢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谢谢大家 多多支持本地创作 感谢大家